HELLO 之前我在feet说过 我会公开一个已婚男人 如何用WhatsApp去追求女人 如何去约交女人开访 各样的对话 当时我问过大家想不想看 90%多都是想看的 只剩下的那些觉得很不适合 公开别人的私隐 这个时候你都可以点回 因为以后我会公开所有对话 至于我如何得到这对话 就是我去年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亦是鸡虫的故事 和鸡虫娱乐都是男主角 他自己一生已经说了很多东西 所以到他去追求女人 如何跟那个女人介绍自己 和形容自己的身世 其实那些资料我本身已经知道了 好了 开始了 首先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出来找 他首先就说 其实他前妻有两个小朋友 我前妻就是一个完全不需要爱的女人 也不需要性 不需要爱 他为什么会再分呢 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再分 他说他娶她的时候 其实就不太喜欢她 但觉得自己拍了这么多年拖 而且当时网络不是很发达 他三个人 即是前妻她自己 和她现在的现任 全都是41岁的 当时网络不是很发达 所以他心里很喜欢很喜欢 一直迷戀她现在的现任 去到有Facebook 然后他就找回她现在的现任太太 那时暗地里交往了五年 那时的子女刚刚出生 所以他现在和前妻生的小朋友 那些子女只是小学 他觉得很内疚 很纠结 还有还要看心理医生 因为他觉得很对不起他以前的太太 但他觉得前妻是一个好像机械人 这样的人 他是不可以 都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男人的了 那这件事 我也是 得到当面和她说过 我说其实你前妻是不需要你 因为你是一个人渣 一个渣男 但他可能需要其他男人 只是你不容许他 你不让他这样做 或者他和其他男人 dating 他不告诉你 因为他可能还拿着你的善养费 或者他觉得那些子女还小 他不想跟你因为这件事 而在小朋友面前吵架 那好了他继续解释了 他现在现任这个 就是以前的模特 以前 很受欢迎 他暗恋了他很久 以前一直都是做兵 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 对方又单身 但他当时已已婚 暗对女的交换 交换了5年 最后就娶了他 还生了一个女儿 即他现在还有一个女儿 他现在两头家是完全分开 他自己是失业没工作 所以他很有空 他就负责在家里 他有帮妹和臭女儿 他就负责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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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负责在家里 他负责在家里 他还很搞笑 那女儿是没有问他住哪里 他就很快地跟人家说 我是住沙田 那是一个屋苑名 可能他觉得是私人屋苑 因为他一定会想去尽怔 就要w 他就说 其实我五点多 可以跌回租子 meio范 rob章 五点多 可和面 Lou 我過來接你 我們可以聊聊天 吃飯 然後再去哪裏開房 還在那裏曬 我之前也約過一個四川女孩 很棒啊 搞了多少次 她說 那個女孩就問她 為什麼你不繼續找她 她說始終我覺得大陸女孩 比較便宜 溝通不了 只可以上床 她也沒有空 她也找了一個香港老公 因為她要拿身份證 然後她就繼續發生 她現任 她這個太太 做模特兒做了多少年 跟李佳琛是同公司的師妹 那女孩還說 如果她這麼厲害 為什麼現在又不繼續做模特兒 為什麼又不做藝人 回去打工 她就沒有正面回答她 最不好的事情 其實這個雞蟲 我稱之為雞蟲 我都不明白她為什麼 她可以把自己太太的極度私隱的事情 是同一個她完全不懂 甚至是沒有見過面的女孩說 那麼多 例如她太太晚上做事壓力大 要養起石頭家 要說她做開口夢 開口夢的內容 竟然跟這個女孩說 然後有些很噁心 就是生活上的事情 那些屎尿屁的事情又說 然後她前妻的噁心 又說 就是一些你不是躺在旁邊 你不是吃喝拉薩 在同一個地方 其實你是說不出口 就是你是不會說到 有個內容出來 那麼她就跟這個女孩分享 可能她真的生活很苦悶 然後她不斷提 自己有多少best friend 阿朱阿九都是她的best friend 又說以前又怎樣怎樣 又有個best friend 又去了紐約 我有時悶起上來 因為我下午有空 那邊他們有晚上 那我就跟她聊天 然後又說到自己 她是科大畢業的 很強調自己是大學畢業生 還問那個女孩 是不是有大學畢業 然後她就說自己以前 有多少師姐 喜歡她 最喜歡在女人堆裡面玩 然後有很多女性朋友 個個都是契家姐 個個都是best friend 那 然後她就 那女孩就出來了 就是她去接她 然後去了開房 可能之後回來 她就繼續說 她不是說 多謝你今天出來見我 或者是有些客套的說話 她不是的 她繼續說 回家我煮飯 今天煮了什麼 她是拍著自己 整個車 就是那個手推車 那些 她拍著那裡 然後就說 你看我買了這件 這件 我今晚就想回去煮什麼湯 你不知道 你去看她的訊息 其實你以為她在跟一個朋友 去聊天 你有沒有想過她是剛剛做完這件事 然後她拍著自己下車 我今天就煮什麼湯 煮什麼湯 給我老婆喝 那 然後 她還說 她自己一定會多生一個 她跟她前妻有兩個 她前妻應該在養她的兩個小朋友 因為她現在自己沒有工作 然後她現任現在生了一個 她也是女兒 然後她打算追一個兒子 她打算再生 然後她跟這個女生說 她說 身邊的人全部都覺得我是勇者 因為我真的 這個年代沒有人會生四個 你想想我現在還沒有工作 她竟然覺得這件事可以用來show off 你看我沒有工作 我生完 我打完那個女人種之後 這樣說 然後她生不出來 還是她養我 我是不用養的 嗯 各位港男人真的要學一下 她還說要追兒子 我真的心想你有什麼資格追兒子 我記得當年我跟她說過 我說你不要說你有沒有錢 你現在這樣的身世 你這麼喜歡下午出去滾 找一些你覺得不花錢的女人去搞 然後你告訴我 你還想生那個 然後她告訴我 你現在是不是在跟我說佛計 我覺得生製的喜悅 那種快樂 是任何的 任何的東西都是彌補不到的 就是都是給不到我 有小朋友真的很開心 我說其實你也有了小朋友 這麼多次 我還有你有沒有想過 你太太 應該說你前妻 那些子女 現在小學 其實是很需要一個父親的角色 然後你又不讓你前任去認識男人 你又說她機械人 什麼需要都沒有 但是你又不會回去看她 就是你不會回去看你的子女 她告訴我 她的子女根本 就是不想見到爸爸 那當然了 你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她又會有很多辯解 很多解釋 生了三個 你又不是你養那個 是的 然後還要經常去滾 所以這個case 我記得我那時候講雞蟲的故事 我沒有講得那麼深入 現在順便再講得深入一點 如果你們還沒看過那條片 你們可以看回 其實我看完這對話 覺得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 賤呢 人無此便無敵 這件事她當然了 賤也是 但是 你會將自己躺在旁邊 你說你很愛太太的私隱 那些還要是很噁心的 你不是去worship她 你不是說她賺多少錢 不是這些東西 是她最私隱的東西 例如她睡覺化 開行夢 怎樣看醫生 去哪裡看 怎樣醫 她的腳 在哪裡 有什麼事 你將她跟 好像講閒話家常 跟一個 完全跟你家是無親無故的人分享 然後她繼續說 這件事我不知道 我們看到這些conversation 才知道 她就跟這個女生說 她說你有沒有興趣 之後 已經跟她 開了房間之後 她說你有沒有興趣來家吃飯 你有沒有興趣來家吃飯 你有沒有興趣來家吃飯 她說我工人煮菜很好吃 那時候我教了她怎麼做 而且她很有煮菜天分 你可以照來家吃飯 沒事的 以前我也有個女人 跟我搞完之後 我當然不會在我老婆面前 說她是誰 她說是朋友 接著就 來家吃飯 大家都有聊有聊 很開心 如果你有空 都可以試一下我家工人的手勢 就是她煮菜很好吃 她煮菜很好吃 幸好這女生也有一點點老 她就說不用了 她說 她都覺得 不需要再見 她說她自己 因為這個女人 她也是有 有夫之父 她說不方便去 經常見面 而且這個男人不停聊她 說話 真的很有空 女兒又不用照顧 因為有工人 她唯一每天做的事就是 她下午就自己出去吃飯 晚上她就煮夜晚的餐 給她現在的老婆吃 就是這樣 然後她還把那些 她現在的老婆的床事 很多身體上的東西 形容給這女兒聽 我真的 哈哈哈哈 我真的看到這些 我很快急速地說一次 就是因為 我都不想停留太多 去描述太多的東西 因為她真的把她現在 她所謂很愛的老婆的東西 是 基本上是 最噁心的東西都說出來 而且她又不怕 她開了前妻 現任的名字 她也有跟我說 她那些 前妻叫什麼名字 在哪裡上班 現在住哪裡 她現任叫什麼名字 現在在哪裡上班 全部都說她覺得 好像一種曬名字 好像那些老婆 說我老公在哪裡工作 那種情況是一樣的 我其實分享這個故事 真的不是想嚇大家 我想讓大家再參考 也不是說所有男人都是這樣 我認識男人有些都很正常的 大家只是當警訊地看 引以為鑑 你有時看到 在哪些情況 你會遇到罪案 遇到人打劫你 那不是說你走過那條街 一定會有發生這種事 但只是做個參考 你會知道有這些事發生 一個人是可以很厚顏無恥的 其實這個也算是表表姐 以前我也聽過那些男人 譬如她去結婚的時候 她因為想省錢 其實你做完就不用跟別人說 她在淘寶買了些二三百元 那些所謂好像婚紗的禮服 被她太太輪流地換 在婚禮上 騙她太太說 我在哪裏 不知道哪裏九龍買 哪些婚紗店買的 還是租的 然後她太太就肯穿 但她隨便跟那些兄弟 我又在那些男人堆裡 她跟我們說 其實那件婚紗 所謂婚紗 兩塊水而已 穿完就丟 要不要買那麼貴 最討厭被人當水魚 還說到很正常 覺得自己做得很對 你想想 當我們見到她太太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怎樣想 就算你這樣做 是不是真的這樣跟別人說 但這個世界就是有很多這些 很八婆 還以為自己遮臉 但其實你說出來 你只是丟自己架 那這些例子 其實如果你們有興趣聽 我之後都可以再分享多些 我怕你們的心臟真的 承受不了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來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